吃饭时间带大家来看汤阿鸡 但这不是一般的汤阿鸡 是爱心汤阿鸡 业者跑遍了全台 那么在周末订单满满 他从云林跑了半个台湾来到了花莲 送上现烤的汤阿鸡 也帮弱势家庭加菜 同时也把钱捐给了社福机构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 从中部出发到花莲 希望藉由环岛汤阿鸡的美味 也跟着爱心 让全台湾人都能感受到温暖 青黄脆皮烤鸡出炉 这项炭口味扑鼻而来 不但递出鲜甜肉汁 让人看得口水直流 但想尝上一口还得抓紧时机 怕得很多啊 有朋友分享 然后所以就上网预定 因为刚好看到的时间 就是差不多要预定的时间 没听错也没看错 没预定还吃不到 在花莲市区的空地 挤满取货人潮 民众大排长龙 近七百只的烤鸡 早就被预点一口 放一望去 一桶桶的汤阿鸡跑遍全台湾 这次是第三度从云林到花莲贩卖 不仅让花莲民众有机会吃到香脆多汁的烤鸡 也将所得回汇给花莲若市 大家也这么支持我们 就取之花莲 用之花莲这样 亲自把家菜金和汤阿鸡 送到弱势家庭手中 将乡亲的支持转为爱心 回汇给地方弱势家庭和社福团体 让大家一起看见台湾人的温暖 欢迎讨论一句两个质量 全花莲报